我记得93年的时候 我第一次当全国政协委员 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 做一个大会发言 我讲的叫私营企业有希望 我们每年都在提提案 每年都在希望民运企业 得到更多的肯定、重视和支持 那么今年和前几年有什么变化 我看到的是国家出台的 关于支持鼓励民运企业的政策文件 更多了 而且更明确了 这是给民运企业信心给予鼓励 我觉得这是好的 在2024年两会前夕 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在接受中心社等媒体采访时称 今年他带来六份提案 聚焦提升民营经济活力 推动生猪行业高质量发展等话题 民营经济活力是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刘永好认为 近年来受内外部环境影响 民营经济遇到一些成长中的烦恼 刘永好认为 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包含多方面 国家的经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的发展 增长 这个转型幻荡起来有些明显的阵痛 而是一些资深行业增长 受转型周期等因素 部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又有上升 部分的民营企业有些观望 也有所蔓延 如何进一步提升民营经济发展活力 李永好建议要增强民营头部企业 带动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能力 建立一对一绿色沟通机制 重点行业头部企业 它的社会影响力和行业的带动作用都比较大 建立一对一点对点的绿色沟通机制 通过一起一测精准对接企业的需求 增强民营头部企业 带动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能力 此外他还建议对符合条件企业 给予特殊时期的金融支持 不在特殊困难时期抽贷 给予民营企业征信保护机制 审慎出台产业调整调控政策 出台前多征求相关方的意见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在特殊的时期的一些专项的一些帮助 包括金融的这些支持 另外呢民营企业的融资的成本相对比国企 央企的比还是略高一些的 那么我们要倡讨一视同仁 希望呢国家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的力度 在出台一些政策的时候 特别是重要的行业重大的产业 那么出台以前的话 多一些沟通多一些交流 特别是跟相关的这些行业的企业 包括民营企业和社会的方方面面 对于沟通交流 这样的话呢使得出台的政策更有针对性 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 一直是刘云豪屡职关注的焦点 1993年刘云豪首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此后至今的30多年间 刘云豪担任了六届政协委员 一届人大代表 屡职期间 他将自己对民营企业发展的关注 几乎写入了每年的提案 谈及正在推进的 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进程 刘云豪表示 这对推动民营经济信心 和国家经济发展都有积极作用 那么我们一直在提出 希望呢对民营企业立法给予保护 那最近的话看到了 关于民营企业立法的 这个支持的这个推进呢 正在进行过程中 同时呢我也看到了 这个法律体系 检查部门都表态 要坚决支持民营企业 规范的健康的发展 我作为政协委员 希望国家立法来保证民营企业 和国有企业和其他的所有企业 一样一视同仁的 我觉得这是好事 这是大事 这推动民营企业信心的提升 和推动国家的高质量发展 一定会起积极的作用 这次有点误会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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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